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小瑞製作兩個鋼板 擺長都是L 擺錘質量分別是3M跟小M 並將兩方擺線 懸疑同一點 接著將擺錘質量3M的擺錘拉高至於 牽直線加60度 接著將擺錘三質量 然後放開 要入這個圖 擺錘擺至最低點時 以擺錘質量為小M的鏡子 單擺花生正面碰撞 碰完以後黏在一起 那他問說能夠爬多高 那這怎麼做 這有三個過程 第一個過程就從這裡 跑到這裡 力學能手紅 力學能的話我以這裡當的位能銀點 那這個長度多少 長度是2分0 因為L cos 60度是2分0 所以這高度也是2分0 所以這力學能的話 是位能變動能 位能的話是多少 Mg m2是3m mg 乘以L mgh 有這個L 變成動能 動能的話 我用2m分子P平方 2m 3m 分子P平方 這位能變動能 這位能變動能 第一個過程 第二個過程的話 碰完以後瞬間 水平動量手 水平動量手的話 就說 P P 是等於P 碰完以後的話 黏住一起跑 它總動量的話 跟之前的動量一樣 噴完以後的話 一起往上爬 一起往上爬的話 就動能變位能 那動能變位能的話 是2 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就4m 2m 2m分子P平方 這應該是P 乘以L 不過P乘以L是等於P 這個會變成 位能 爬上變位 Mg 一起跑 黏住 Mg H 那H就可以算出來 好那H怎麼算 我們現在這個 2m分子P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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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多少呢 這個三乘過去 2分子9 所以呢 2分子 這個啦 這個是三乘過去嘛 2m分子P平方 跟2m分平方 一樣 所以喔 這個是4分多少呢 4分之1啦 乘以2m分子P平方 2m分子P平方是等於三倍的 這個 2分子9mg 2mg 2m分子P平方 然後再mg 這樣子 那會等於4分之mg mg可以消掉 mg消掉 mg消掉以後的話 H就等於8H就等於多少呢 H喔 4把它除過來了 4除以A 4乘以2是8 4 8 32 32分之9l 所以答案是 32分之9l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B 應該要選B 3 4 5 7 7 7 9